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听 这里有我在新西兰的以德台阳 和社长雷敏王 你好 我们又见片了 这个时代杂志就选出了今年的风云人物 就是电动车救世主 马斯克 救世主 那篇报道真的写到他是救世主一样的 那不是说笑的 他说他是解决全球暖化的问题 他的电动车可以 还可以带别人去另外一个星球 但是有很多人没有留意这件事 就是这个人他做生意 他永远都是为他最初是做PayPal 他最初是做PayPal的 PayPal也严格来说不是为最有钱的人服务 但是他之后做的生意 所以全部的模式都是卖东西给有钱人的 他全部都是的 其实SpaceX也是卖东西给有钱人的 而且他现在还说 现在有些人比波音更多 比其他美国公司更多 所以他们将所有功务都会淋到一个人的身上 你自己想想这个人他有什么功务 没错他是企业主 但是他是不是真的有很大的功务呢 你自己想想其实不是 现在他说他是一个有很多愿景的人 我看到Toracev他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袁泳怡那里 老老实实 我是不想说这些东西的 因为我每次说这些东西 我是被人骂得很厉害的 而且我又会惹到别人来退订 你知道吗?Toracev 我们很惨的一件事 有时我想说的 但是我又想 如果退订潮又回来台阳 又会出声妈参我 他就会说 喂不要说这些了 哎呀 老实说 袁泳怡那件事很少 芝麻绿豆碎料就是 哎呀 真是无聊 有一班人他们做什么 我们都要说 他就是要挑动社会对知名人士的仇恨 那个知名人士不用太出名 他最紧要挑动到足够的仇恨 有些人都会说 你也是挑动对电动车救世主义的仇恨 我说不是的 我说个事实出来给大家听 究竟西方为什么要打一个偶像出来 其实西方从来都是 他们做很多事情都是 是打偶像和做神运动的 他其实说 只是中国人搞个人崇拜 毛主席的时候搞个人崇拜 毛主席搞个人崇拜 连共产党都说不对 老实实 现实就是 你要认清楚 其实有些什么 其实说了是不对的 这些是有定论的 其实是 如果你看过党史有定论 之前我们剪了一节 我们又被人骂 我不是经常说毛主席不对 我不是经常说毛主席不对 我是说毛主席有些事情不对 明白吗? 所以现实的情况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 喂 为什么西方他们要打这些事情出来 其实就跟香港一样 香港以前《壹传媒》的操作是一模一样 他是打几个偶像出来 是的 例如他打李柱铭啊 黄之锋啊 是这样打出来的 是特意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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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些什么 好像黄之锋这个人 什么都不懂 刚刚书又没读完 就说 就说搞政治了 还说要把政治为置业的 其实真的很好笑 是很 很按摩的事来的 深室堡赌棍 就是事实 收到钱都不要买 这个我们的看法都是一致的 当然有些人会拿一些理据出来说不是 特意认识在外国有个例子 我刚刚在手机里看到 我们做节目都会看不同地方的资料 他就说 不是啊 他这辆特意讆识买了很多 买了42万4千英里 这个是2015年的Model S 70D 他说很信用 不过他没有告诉你 他其实也有 他说这辆车走了68万2千3百60公里 大概就是这样的 每年走7万英里 大概是1万2千6百50公里 那当然他换了什么东西呢 就是要说一说 其实你说 汽油或者石油汽车 会不会换那么多东西呢 我自己怀疑 希望有做的士的大佬 应该是空威斯做的士 可以说一下 究竟这些维修是否算正老 那个电池就在42千3百50公里的时候 就换了 那当时呢 就是因为他有保养的 特斯拉 那个电池就不用钱换 但是 现在就没有了 现在就没有了这个优惠了 那个电池就换了 那 还有后面的轴 就是后轴的轴就换过的 就是包括那个 前面那个upper control arm 就是那些悬挂系统也是换过的 大概走了60万3千5百公里 就换了这些东西了 还有就是那个中间的中控台 那个叫media control unit 就是有一块大大的 就是螢光幕那个 它又换了 它大概就走到53万9千1百30公里 就换了 那冷气 那个压缩机 就48万2千8百公里就换了 这样 那当然他就说 哇 现在车车也很新 就是因为他之前是用来做Uber的车主 但是你想想 只是换了一块电 就是之后要处理那块电的问题 到现在还是没有解决的 你想想 就是构电池可以怎么处理呢 是不是真的可以再做呢 现在这个东西大家都不知道 其实是 卡文汪就是西方造神又反权威 很怪的 其实不是的 他反政府的权威 他是私人 他是要打一些狗像出来的 其实就是 从来都是这样的 就是他会反对总统的权威 但是他就会打另外一些人出来说 这些人是救到社会的 总统是救不到社会的 这个很奇怪的 Karen就说 环保少女也是一个例子 没错环保少女也是这样的 这个是刻意做神的 是 是啊 他要做一个 就是给你感觉是平民的人出来 然后就带动那个舆论 他那里的操作是这样的 其实就是 那 深水宝島有没有换摩打 有换摩打 有换摩打 前面摩打换了 后面摩打没有换 后面摩打是原本的 所以前面 他有两个摩打 他结果前面的摩打是要换了 所以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你会不会 60万公里会换引擎呢 如果就是 香港那些丰田的士 我的理解就不会 不需要换引擎 而且成本应该是低很多 其实就是 VR-2ZGD 就是Tesla 是不是没有出电动 电单车的 他没有出电单车 他一开始做出来 就已经想到 要找有钱人的钱 他这个 马斯克是 他现在的生意模式 也是一样的 因为他很明白一件事 就是钱只会流向钱 所以他就在有钱人的圈子 推出很多新东西 举个例子 例子 SpaceX 他就 其实就是买 那些太空旅游的服务 给有钱人 还有卖概念 两样东西 Teslau 就说马斯克 和耶伯地 给他建车厂 和中国银行贷款 给他才可以翻身 共产党对他不搏 他也有 说一些公道说话 他近期说了一件事 就是说 美国在百多年前 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而中国的经济规模 未来可能会是美国的两到三倍 他就说 现在我们将会发展 成一个新的局面 就是 中国未来的经济规模 可能会是美国的两到三倍 这个就会是一个不同的世界 特斯拉和中国的关系是很好 但是呢 并不意味着我在这里替中国说话 就好像我不会替美国 或者其他任何国家说话 但是我确实觉得 我们走向一个有趣而不同的世界 我希望我们能够记住 我们都是人类 令我们尝试建立 尽可能积极的关系 并且为全人类的共同繁荣而努力 所以 他现在已经是说 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个特斯拉 是的 事实上是 那么 深水堡倒棍就很信价 不过漏水而已 那么其实 漏水是我最接受不了的 其实这一件事 Model 3是会漏水的 这个我们之前好像也有说过 那么 这个很麻烦的 那么 就是 孙昏就说 电车经常开电池可以耐用一点 少开电池 死得很快 电池要3,000美元 那这么说 这个3,000美元 其实可能 只不过是 那些价格的价钱 因为 我的了解就是 Tesla 整个电池要21,000美元 那些价钱 那些价钱 很重 有电 有电是很贵的 那 Ostrand就说 特斯拉只会替钱说话 那事实上是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 这个 深水堡倒棍就说 Benz一样 不困窮人 只是困有钱人 其实现在Benz 严格来说 是困窮人的 这个就是最糟糕的地方 因为Benz 现在开始 便宜的Benz 是很便宜的 便宜的Benz 便宜的Benz 比贵的Corona 二手也是 但是新车也是 新车 现在它是如何 你先说 不是二手的Benz 主要原因也是 但是 它那个 保养很贵 比起 类似的 日本车 还有 Benz 比人的感觉 是较乱坏的 我不是喜欢车的人 我只是听 不同的朋友 给我的意见 就是 你买车 不要买Benz 尤其是 不要买二手Benz 因为坏起来 弄得你狂 虽然是便宜的 但是 没有好处 是威的 因为有个牌子 是威一点的 自己的感觉 是爽一点的 但是 这些是 虚幻来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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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说 Benz 它现在 那些小的Benz 就是A-Class 那些 其实很容易 困到一些 不太有钱的人 落搭的 因为很多时候 你买 我们这里就是这样 几十万买辆车 就是换回港币 比如说 几十万买辆车 就是 你买丰田 买贵一点的 车的版本 都已经是 跟Benz 便宜版 是一样的钱 有些人 就宁愿买Benz 因为觉得 银出来是好看一点 但是 银那一类型 Benz 的人 其实就 很容易被人 困碎 为什么呢? 你买一辆丰田 同一个价钱 你之后 就少了很多 你一买一辆Benz 之后是有Q牌证的 就是 认了心水堡倒棍 说的那句话 就是买得起 仰不起 这个就是问题 就是这样 就是稳定的 Karen 就说 Mercedes 和BMW 其实Audi 是更贵的 其实 ABB 这三个品牌 我在这里看到 Audi 是最贵的 我的经验在澳洲 都是Audi 是最贵的 是很麻烦的 他发自在 昨晚大路生销的 就是Benz 深水堡倒棍 我的同事 就是A200 保养有 雷有路 三千人仔买单 是很贵的 是很不抵用的 殊坤就说 便宜的Benz 是美国车 是啊 便宜的保马 通常都是南非 他就是这样的 Karen Wong 就说Benz 有巴士和垃圾车 他有商用车 他有 但是现在先说Elon Musk 就是SpaceX 他现在就吹得很大 还有 现在他说的一件事 他就说 现在这个马拉斯克 他卖了自己的东西 连自己的房子都卖了 他现在就想着 投入去另外一门生意 那里 另外一门生意 是什么呢 就是做Kilola 哈哈 做Kilola 是啊 是啊 那么大事 其实西方很大事 就是很多时候 把很多东西是集体的功劳 都说成一个人的功劳 而他们说得这样才是对的 好像中国那样 把所有东西都说成集体的功劳 其实是不行的 现在这个当然 马斯克是世界首富来的 因为他持有的特斯拉 是值很多钱的 所以他是世界首富来的 这个人 我不是煽动仇富的情绪 现在 但是你看到 他可以做到 连媒体都吹捧他 他就说 啊 就是 现在他创造出来的汽车 就不需要用电油的 而且几乎就不需要司机的 这样 轻轻 废手一指 股市就会暴着或者暴跌的了 他每一句话都给他很多信众 可以吸到信众的注意 这样 大哥 他们现在基本上 这个造神运动 他们最成功就是吸引到那些盲目的 就是我认为 但是当然 你说我们盲目? 你就盲目啊 Raymond Wong 那当然 Elon Musk 其实他有没有作用呢?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他在西方社会有很大的作用 但是 他这种人呢 怎么说呢 会不会真的 他在中国没错 现在有很多投资 真的会帮到中国的发展 有人说会 现在他就是一条链鱼 令到国内的电动车发展更多 其实 讲这些话的人 是完全不了解内地的 其实内地做电动车的那班人 根本一早已经有很多东西 在技术上已经超越了特斯拉 事实就是 只不过是内地自己的消费者 就不购买内地自己做的东西而已 内地最惨的就是 有一帮有钱的人 他永远都觉得 美国的东西是好的 中国的东西是不好的 五眼的那些产品是够的 中国的那些产品是不够的 所以是很严重的 Stefan Lee Wong就说 只有个神成功 其他人PG 那怎么办 不能算的 是这样的 现在的现实就是 刚才有网友说 Charles Jojo 说我女儿不孕 就请了博士来支持 勁赞Elon Musk 很有趣的 有一帮人就觉得 特斯拉做的东西是非常之好的 但是在社会上 有不少实战经验的人 就会狂兵特斯拉 尤其是在製造汽车行业里面 有很多经验的人 就会很憎恨Elon Musk 因为他卖一些 根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东西出来 而且他有很多东西 是根本永远卖不到尾的 但是他在卖尾之前 就会跑掉 总之他吹到很大的波 他在爆之前就跑掉了 事实上 特斯拉的股票 是否可以 我可以告诉大家 现在赚到差不多 你就要跑掉了 有很多人当然是赚了很多钱 没有 他自己也走了 他放了很多特斯拉的股票 Elon Musk 你还跟着他瘋吗 应该跟着他走才是 去到今时今日 我认为 他现在这家 是开了很多 很多概念出来 很多概念 到最后都没办法兑现得到 老实说 就好像 Cyber Truck 我早前一节都说过 Cyber Truck 兑现不到 Basics 好像就射过一两次成功 但是你会不会 成为一门 可持续的生意呢 是否有真的 有钱 真的肯给 50-100万 去 环游太空一次呢 这些钱是赚一次的 你不是一个持续的 旅游节目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没有办法维持下去 但是就成功做到一个话题 还有更多的概念 其实很多都烂了尾 都烂了尾 烂尾 不说就当没了一件事 现在看来他都知道 差不多要走了 所以都扔了很多 很多特斯拉的股票走了 他自己都放了 对吧 其实我的看法就是 现在时代选这个人 做Person of the Year 即今年的风云人物 其实也证明了 时代杂志的没落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因为他完全是 怎么说 我觉得是迷惑一些 根本都不知道现实是怎样的人 我的看法就是 Bang Tong 我同意你的 就是 未来你想小鹏电动车 有多少人买 刚才也有 另外一个网友 就说我分析得透切 多谢你的支持 就是Jim Poon 他说小鹏 未来吉利比亚迪都很不错 其实内地做电动车的技术 其实不会差得过特斯拉 还有内地的技术是比较保守一些 还有安全一些 这个是很重要的 当然有些人说 不是 我见过有些电动车着火 其实你要明白一件事 电动车根本上 本身就是有着火的可能性 因为锂电根本就是 有可能会着火的东西 是的 其实有一定的危险性 就是锂电这件事 从来都是 而再做锂电这件事 究竟有没有办法做得到呢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就是再做锂电 锂电这个问题 以目前来说 能够回收到只有达5% 因为回收的过程是高污染的过程 我看过较早前BBC有个报导 他们的报导说 回收锂电池的成本高昂之余 还是一项高污染的产业 成本数太高了 根本不能够成为一项可持续的产业 索性就不会收算了 就是用坏了电池 埋下地底 用水泥捞进去 就算了 真是这样的 现实是 中国是有这一项的 现在有些人说会建厂 现在有些人说会建厂再做电池 但其实都是指纹楼梯响 其实是 因为成本真的很高 很高 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不是那么容易 你拆开了电池 还要在一个能够控制的情况下 可以处理到电池 二包炸本身是危险的 拆开了电池本身也是 所以这是很难搞的事情 现在人们就说电动车是主流 但电动车是主流的话 后轴车的寿命结束的时候 你如何处理电池呢? 到现在都没有人真正拿出答案 而以前特斯拉这件事 是小众东西的时候 你不处理电池 也问题不大 或者电池拆了出来 然后变成家里用的储电模式 这样也可以 你用到电池 真的完全不能处理电池 才拆开了它 这样也可以 但问题就是 当你变成大众人人都要用的时候 那问题真的会变大很多倍 即环保问题 不是真正轻易可以解决得到 但是当然这个时代杂志 他完全没有说这些事情 他就说这个人 就是人是怎么样 他又说他基本上都是很厉害 虽然他人不是很友善 但是他真的有一个愿景 将人类送到太空的人 真是很坦白说 你是不是真的觉得 一间私人机构是可以做到这一件事呢? 如果他没有NESA合约 觉得这件事真的有可能吗? 真的有可能吗? 其实我就不太相信 之后基本上 他能不能够交货给NESA 我自己也是有怀疑的 我自己粗钱的看法就是这样 Daisy Story 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信马斯克 像是蠢人那麽多 他们是做到一个势出来的 其实有一件事就是 他做到一个势出来的时候 你不断在说这个人是骗子 没有人相信你的 他会说你才是骗子 你才是骗子啊 这样 是 是 有些人还怨你 如果我当初早买 一百多元就买了特斯拉 我现在赚到笑 当初就是听了你说 就搞到我虧了很多钱 真的 不可能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自己 就是说真的 买股票 我们自己都买到 其实你说一百元到一千元 是十倍而已 也是 我自己都买了一只股票 也有九倍 也不弱的 是不是? 台阳你也知道 虽然你自己就没有赚到九倍 你赚了80% 哈哈哈哈 又是说这个东西 但是这些东西是说运气的 某程度上是 某程度上是 那 Kultun Sen 又说 跟以前这张说法 Elon Musk的形象 根本就是一场造神运动的成果 他就很厉害 没错了 马来近就说 侯塞欣说 赌合是骗子 不是 其实赌合说 侯塞欣是骗子 是没有人相信 这个就是赌合里面的剧情 真正的赌合 结果那些人就没有人相信 每个人都相信扮赌合的侯塞欣 哈哈哈哈 是 真的大件事 其实现在我也有这样的感觉 那 那 深水埗都棍又笑台阳 不是笑他 其实 他也有钱赚 他赚得少一点 是不是 他没有钱赚 他有钱赚 我就是村委书记的老豆 特斯拉和比亚迪 看比 簡直没得比 特斯拉 上七都差看九条街 那这个是事实来的 因为他那个做工真的是很差 很粗糙的 是骗中国人的 我自己觉得是 不过 那些人是喜欢被人老 那就是这样的意思 那 Karen 说 西方最喜欢造神 王之峰 马拉拉 那 其实 他们有他的原因在 因为他是要做一个偶像出来 他每一个范畴都有一个偶像 一个偶像是容易 点很多人去向着一个目标进返 所以是有偶像的存在的价值 始终都 如果你整个社会都非常理性 没有人崇拜偶像的话 就没有人肯做一些 会虚本的东西 或者对自己有害的东西 那个人脏的 哎呀 那就糟了 世界没有蠢人 那些人反而 就没有了动力在那儿 哈哈哈哈 这个我自己 这个是我自己的看法而已 那 Kurton Sen就说 内地新能源车企 营销炒作 能力没有Tesla那么厉害 其实 Tesla 他厉害的地方 就是 他在关键的时候 是能够到尾 但是 他就再吹一大点 他要够到其他尾 的时候 这个人已经走了 就是Elon Musk 我只能够这样跟你说 那 那当然 时代杂志 他找了他做封面人物 现在他要 违到什么呢 我就告诉你 就是我如果要订阅他的话 一年 现在是给 18.8美金就可以订得到 就是 这个是 哈哈 本来原价是94元的 就是18.8美金 哦 是啊 就是告诉你 他基本上 现在 就是说真的 他现在就是 某程度上 又是黏在特斯拉那里 就是 那些电动车 救世主义的信徒 都可能会订一订 这个 这个时代杂志 来看一看 他说什么 就是我自己都订了 哈哈 你有订了吗 哎呀 你怎么说 喂大哥 没得看的啊 你不订了 哪有得说啊 都要看他说什么 很可憐 就是我现在 被他 剁了18.8美金 就是 那就是 大家多看我们的广告 看看客户的说话 知道一下 哈哈哈哈 就是 还要把这个电动车的潮流 归功于他 现在说 为什么日产 VDub 那些要搞 这个 电动车 都是有 这个 Elon Musk 就是 其实跟内地的评论 不是的 全靠有特斯拉 中国才有进步 我心里想 你根本就是乱说的 不是的 不是的 是啊 那当然 就是没办法的了 现在我们是一个困难的局面 Oss Chan 就说明星效应 W吹出是成功造神 他们成功造神 是啊 成功造神的 他们是 那么 Toratev就说 马云都当了自己是神 是啊 没错 都类似的 是的 是的 Fight at Elon 薯片 就说 因着老实商人 那当然一定要因着老实商人 老实实 就是现在 他这样走 如果再进去买特斯拉 我告诉你 就很危险 当然 现在有些人还说 他们会变成主流的产品 因为很多地方 Model 3是如何 Model 3 它的价钱 售价是便宜过 其他品牌的电动车 Model 3 就是有很多人 就会去买了Model 3 其实我们这里都有 我自己认识一些人 他说我会买电动车 我要买Model 3 Model 3 是比现代的电动车 我们这里 但是我告诉大家 如果你有机会买电动车 都是不太好买特斯拉 你也买一辆现代好些 买一辆现代 或者买一辆零志 零志 没错 它会比Model 3 车车可能会小一点 但是我自己觉得 凌智的车车好多 Kultun Sand说 Tesla对中国车企的最大贡献是做黏鱼 某程度上降低了新能源车的售价 至于技术方面 几乎等于零 但是我自己觉得 它连黏鱼的贡献都没有 其实因为国内本身的车企的竞争 都很激烈的了 其实 特斯拉的车 它是不是也在这买 根本就不一定有必要 要它在这建厂 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不过不要紧 好了 Eddie Law就说 不是归功于他 是归功是他 归功是他 哈哈哈哈 但是不是 他真的是很厉害 他现在是很厉害的 当然 Elon Musk就说 拿一亿出来 搞这个 气候变化 是奖金 他又会给钱 那些就是环保人士 说真的 他自己的电动车 是不是真的环保呢 我到现在 都是有个很大的问题 是环保的 电池 你做 就是 刚才社长说到 Tesla 在小种车的时候 都还可以顶得住 如果变成大种车的时候 你很多很多的电池 第一代的电池 用了这么多年之后 你一定是报废的 如何处理电池 是一个极头痛的问题 但是 你很少看到有什么报道 特别探讨电池回收这个问题 但是 现在连手机电池回收 其实都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其实手机电池回收 这一件事 都是处理不了 而且 其实电子产品 一大堆在这里 其实你丢又不是 不丢又不是 你不丢的话 像我这样的电话 我继续用 用一下就很不严重 很脏 爆炸 不知道什么时候 最惨的 最不严重的 就是 软件安装了机 好像我那部一家 好像这部一家 安装了 再开一部一家 然后开不了 进不了 我要把里面的资料 才可以 可以开得上机 噢 很浪 有时就很惨 其实 一些产品一久 就是这样 它计划了 会 用一下 就过了它的有用的寿命 那你就要换一部新 它就算好了 现在这些都是制造很多垃圾出来 但是没办法 社会是这样 如果 汽车都变成 好像这样 就很惨 其实现在 特斯拉严格来说 就是将 汽车变成了一个电子产品 那之后 那个问题 其实很严重 现在没人说 遲些 我认为都解决不了 那没办法 大维市 能够尽量叫别人 想想其他方法 就尽量叫别人想想 其实就没办法的 这个 我自己觉得大维市 到时 有了问题的时候 那些人才会想办法去处理 那时候 其实某程度上 可能已经太迟了 他们声大大 现在你说的问题 他就说 你不懂事 很容易的 一定是这样说的 Anyway 节目时间到这里 差不多了 就这样 拜拜